2021富邦仁壽勇士席冠军杯高平区预赛在福音科大开打 十支队伍进行分组循环赛 A组高院休闲运动管理系 B组一手奠基工程学系 两队以不败之姿率先出现 C组则打得激烈 高科模具工程系先拿两胜 高师运动竞技于产业专班 平大原住民专班则紧咬在后 力拼两席准决赛资格 当然可以打到全国是最好的 尽力打每一场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可以 但是我们打比赛都会 前面都会状况不好 所以我们需要改进 如果我们状况好应该是没问题 因为我相信我对哦 今天真理的表现 其实以我们的先发五位的球员 那我们今天在整个进攻是还不错 但是真理在防守的部分还需要加强 今天其实我们的抽签抽得相当的不错 所以我们预估啦 其实我们今天的目标就设定在 Semi-Final 能够进入Final为主要的一种目标 除了上届不幸落马 高院收运是年年打进全国赛的南霸天 更是颁奖台长客 曾拿下2019年最佳五人的黄成俊 谈起打了四年的富邦戏机杯 也鼓励有篮球梦的素人好手 一起加入追梦舞台 让这些比较没有那么有名气的学校 让他们有曝光度 对然后让那些有篮球梦的那些素人 有给曝光的机会 而且像现在那么多自然 市场就是属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况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有这个 有这个瓶颈或是有这个天分 我觉得都可以试试看 一个曝光的机会对 谢谢大家